好 我是考取食品祭司的林芳妮 首先我先跟各位分享我报考食品祭司的动机 我是因为我在即使餐食制造业工作 所以因为法规规定101年一定要有一位食品祭司 所以我在公司强烈的支持下决定报考食品祭司 那就是因为我不是本科系的关系 所以我必须要去取得报考资格才可以报考食品祭司 所以我从去年的时候就开始到学校去修学分 那我是去年的12月才正是取得那个考试资格 那我12月的时候有考过一次 但是那一次搞得非常的不理想 那所以我就决定还是要再到补习班来补 那我会到高原补习班补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现场就是有收到那个高原补习班的那个考前拆题 那因为我去考的时候我们公司的人员有陪我去考 然后因为当时在考的时候我都只看我自己的资料 我也没有去翻那个其他补习班的资料 那陪我去考的那个同事就觉得 就是高原补习班的拆题还蛮准的 然后我这次考的很不理想 他就建议我就是要不要去高原问看看 所以我就考完大概过一个月我就到高原的柜台来问 然后问完以后我就有直接到那个现场去试听 那就是大概试听半个钟头刚好下课时间 然后我就有问老师 然后那时候刚好是那个黄尚品老师 然后我跟他讲说我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就是一定要考上食品祭司那希望可以在今年的五月就可以考上 所以他就建议我就是直接补他一百年度的那个食品祭司的课程就够了 因为他里面的资料就是比较精简 然后就是准备因为那时候从二月到五月准备时间还蛮短的 所以他建议就是只要准备他一百年度的那个祭司的课程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所以我就就直接到柜台说那我就要补那个一百年的那个祭司的课程 那因为那个课程就是已经整套都上完了 所以我就可以自己是有安排我上课的那个schedule 然后因为那个就是我是选择到就是补习班这边看DVD来补课 所以我都是利用那个假日的时间来这边补课 然后晚上的话就是在家里面念书或者是有时候会到图书馆念书 那就是因为因为我上的是那个已经整套都完全都已经上过的课程 所以我自己编排的上课的行程就是我先就是一科一科看 我先从那个食品化学开始看 然后就是这样子每一科全部看完以后 然后再看下一科 然后整个把六科都看完以后 我在自己在家里面练习 然后等到看的差不多以后 我在考前再去看那个总复习 然后刚好考前学校不是补习班也有那个就是现场在开那个考前冲刺班 然后我就在上这个考前的冲刺班 那各科各科的那个考试的老师的上课的重点 就是我觉得很好用的是就是老师他就是黄上平老师他一个人就教了五科 所以他其实五科都相关性 所以因为都是他自己上的 所以他就可以就是不用把那个重复的内容就编排到其他各科的内容 就是这一科有讲过的另外一科就不会讲 相对的在那个课程的那个就是内容上面就会精简很多 然后加上他里面的内容真的都还蛮精简的 所以完全都不用做任何的笔记 只要就是看老师的那些讲义其实就够用了 再加上因为就是在职责啊就是平常上班以后 其实下班都有一点累了 而且时间其实也不太够用 所以如果还要再花时间做笔记的话 我觉得通常就是没有办法坚持到那么久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一套课程的话 就是因为他非常的精简 然后你都不用再额外花时间去做笔记 只要把老师他上课讲的重点 还有他就是讲义上面的内容都把它背起来的话 其实要应付祭司的考试就很够用了 然后在那个课程里面 我觉得那个维生屋啊 他有特别有上两堂那个针对聚名的课程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打那个底字 我觉得就是对于念这一课还蛮有帮助的 因为其实有一些聚名他有时候翻译啊还是什么 还是同样一个聚名他可能有新名跟旧名 有时候都会搞不清楚 也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去准备 但是就是有这一堂课以后就大概知道 诶那聚名大概是要怎么样去认识 这样子 嗯 那其他像那个食品化学的部分 我是觉得诶 就是 他就是每每一个章节啊 就是都有老师独特的那个背的方式 就像那个脂肪酸的部分啊 要怎么样的去计他 他他都有自己一套的方式 那我觉得那个模式就是上过一次以后 就真的很不容易忘记 然后就是还蛮好用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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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的分享大概就是这样 那最后呢就是很感谢补习班 因为我这次就是真的很希望一定要考上这张证照 然后还好有补习班的这一套这么精华的课程 让我可以在这一次顺利的考上 那就是很谢谢补习班 谢谢